头顶筒 我看到一个水缸形状的 上面盖子已经盖住了 那个水缸下面就是地道 挖的地道 相当于枢纽中间地带 上面一个天顶 像一个摊子一样 就温重作别 温重作别 温重作别 现在哈马是挖地道的 挖地道的施工者 施工者 被全世界都认识了 温重作别 在外国人看来 在西方人看来 这个颜面扫地 这样的事情被做到颜面扫地 对当事人来说他感觉很自豪 感觉很自豪 没有什么颜面扫地的事 感觉很自豪 一看 无论怎么样 我把这个借起来 人家神不知鬼不觉的 我就把这个事情干了 没有嗜好地忏悔 忏悔心理 没有嗜好地感觉丢手的心理 这个是很奇特的一个活动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活动 没有嗜好地忏悔之心 也没有嗜好地感觉不好意思 什么之类的 感觉 好像啥事都能发生出来 那这样的话 你通常是扯不信了 所以说他们不知廉恥的 不知廉恥的地方 不知廉恥的地方 可以达到一切 不知廉恥的地方 可以达到一切 因为有廉恥性的人 人家下水什么之类的 他都要考虑了 有戒指的 有扯度的 但不知廉恥的那种是 他是不会考虑这些的 他不会考虑这些 不知廉恥的 他是不会考虑 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他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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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爱怎么下水就怎么下水 所以无耻 也是一种战无不胜的力量 战无不胜这个词 哪个国家都不敢喊 只有一个国家敢喊 战无不胜 为这战无不胜 他什么下山的手法 都用上 即使输了 他也喊是赢了 所以你从那个地方 有点测不清 从那个地方有点测不清 他认为是战无不胜 因为他什么下山的呢 都会死得出来 别人输啊 对方会输啊 输在哪里边 输他不敢下山 面对着喜多生命的时候 他就算了 我赢要输了 我也下不了这个手法 就放弃了 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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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国度 他不会放弃的 我死了也得把这个赢回来 所以你从无耻的国家打交道是没办法 较量的 你还没较量就输掉了 这一次 前世上以为是问众作弊了 那对他来说是大赢 对他来说认为是大赢 对他来说认为是大赢的一方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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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认知差距太大了 这种认知差距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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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样子了 别人 好 再见 再见